突然想問特寶,最近真的跌了下來 他11元買入,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跌下來買的 他說中線上網多少呢? 指洩位一定是哪裏 我想如果你說11元買入,可能真的這一兩天 雖然他說得很清楚日上中線 但是我覺得就未必太建議太過中線 因為當然行業來說就沒問題的 車丁用品相關都是消費類別 但是為什麼這幾天跌得這麼急就是業績 但是相比其他同業,譬如石森物一道 李寧、安達等全部的表現都不差 反而是他唯一跌得比較急 但是理論業績又不是頑皮的 就是表面的數字都有一個增長在 但是我想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大家 一路特別近年對於特寶的看法 會覺得他是處於一個挺高的增長 所以一路以來股價曾經是挺強的 所以純粹就是 期望相對來說有點高 有些所謂premium在 但是你見過出來是有增長 但是不是一個非常強的情況 所以對於股值也會有一點影響 所以我想你說太過中長期 就未必真的非常建議 但是如果你說這些位罵了的 其實你如果剛好吃到這一鑽是好一點的 我覺得他有些反彈不期的 只要一跌就不及 所以又不可以說你撈得不好 所以我想你比較簡單的定義就是 譬如昨天的低位 10.2的水平 如果短期真的跌穿10.2 穿昨天的低位 延續著近期的跌勢 那你就可能到時止蝕 這樣會好一點 那說真的11.2買10.2 都是輸百後子也不多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這樣定 如果不穿著 你便可以先放著 看看有沒有機會 起碼第一站 看上大概12.2至12.5 這些位置 比起其他體育用品股 你自己覺得其他的 值得看好一點嗎? 因為好像最近安踏比較強 或者361度也不錯 你自己又會怎樣選擇 其實如果以短炒來說 近期361度就好一點 純粹短炒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拿這個板塊 就是長的話 就一定是選擇大隻 不會特別建議選361度 因為它本身比較偏小 但是為什麼這隻覺得 純粹短可以考慮 因為它的走勢 起碼都是站在所有軍線上 而且其實所有軍線 一直都是傾向 一個大的環底 都形成了 所以你這些位置搏 其實4元是一個很大的防守位 其實如果穿4元 都是輸大概2個字左右 其實不多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位置不穿 你搏它去破之前4.3之後 因為過去都在走 大概3.8至4.3 那面上可能 破中短線一點 破得到的話 以4.8做目標 那上面你看4.8 其實那個直播率是OK的 所以純粹付一個短線操作 我覺得361度可以留意一下 是